科学式规则主要是指在小学的科学实验室中 学生需要遵守的一系列规定和行为准则 这些规则和准则旨在保障学生的安全和健康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科学实验的效果和成果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小学科学式规则 穿戴合适的服装和鞋子 学生应该穿戴适合实验室的服装 避免穿着拖鞋、短裙、裸露的衣物等 使用实验室设备前必须接受指导 学生必须接受老师或实验室管理员的指导和讲解 才能使用实验室设备 注意实验室安全 学生需要遵守实验室的安全规定 例如不使用过期的化学品 不乱扔实验废弃物等 保持实验室干净 学生需要保持实验室的清洁和卫生 不乱丢垃圾和杂物 严禁饮食和吸烟 在实验室中严禁饮食和吸烟 避免影响实验和危及健康 不乱拆乱改 不强行开机等 严禁私自进行实验 学生必须在老师或实验室管理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验 不可私自进行实验 以上是一些小学科学式规则的范例 不同学校和实验室可能会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 学生在进入实验室前 应该先了解和熟悉实验室的规定和要求 以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和健康 除了 在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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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貌 Billups